欢迎光晋 哈喽哈喽 各位Yves和Elay采访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 我是光晋 好我再开一个板 来再来一点打个招呼吧 哈喽Yves和Elay采访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光晋 LV2023春夏的这个男装秀 是 来到阿娜亚给你有哪些惊喜 首先来到这个阿娜亚这个园区 映入眼帘的是各种这个卡通元素 还有一些很大的一些烹灰啊 涂鸦 然后仿佛置身于LV的这个游乐场 或者说是一个展览馆里面 LV的暴婷电影院都很新奇 然后来到秀场我也特别去看了一下 有很大的这个巨人雕塑 嗯 而且这次还是在海边看戏 哎一下又感觉不一样了 感觉不一样 而且它是一个用沙堆堆砌而成的这么一个秀场 嗯特别有那种童年的那种氛围感 是童年的童年的感觉 嗯 那这个系列哈 二三春夏这个系列 在色彩啊 包括一些细节方面 给你整体什么样的感受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它会加了一些同真同趣的元素 加一些这些色彩的点缀 这种撞色我觉得很喜欢很青春很时尚 每一次LV的秀 我们其实也会很关注包 包括其他的配饰 那这一次的很多造型手带 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 我印象深的有货车手带 还有船型的都印象很深刻 就是各种各样非常可爱的一些小包包 嗯还有那种饼干造型的 饼干造型的 对对对特别像中草 那你今天这个造型 其实走过来一看公镜来了 就会给我这样感觉 是怎么样 特别适合海边有没有 是这个海边最亮的仔 它这个颜色啊 首先它是个喷绘 大家看到了 包括LV的一些logo 都是用这种喷绘喷上去的 非常的奇特 然后再加上我这里面这个 可爱的这个小卡通啊 这个点缀 当然最重要的是 我手上就会表了 A LV Tempo 20 系列 非常的经典 大家看到了吗 这块表呢 带在我身上 更加的沉稳一点啊 最近也是拍了这个东方幻想剧 《火谣小红娘》 是的 那这个类型的剧 你看因为也有很多特效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 来跟我们分散去 就是学到了很多施法的手势 比如呢 武翁 这生活就起来了 等等等等 一团阁就给你打过去了 魔法打败魔法 就不是说用这个刀啊 剑啊之类的这种去打斗 因为以前演的可能这种比较多 《玄幻》题材 或者说是偏仙侠类题材的 我也没有尝试过 很开心 给你一次体验 我感觉男生应该都喜欢 是吧 看谁的法力更高强 123来的 对对对 123 过去了 今年有发这个Vlog Vlog的片头呢 有三个关键词 进步 不飘 拍好戏 是的 对 这是你一种心态的写照嘛 能飘吧 然后得有进步 是吧 演技上也进步 然后拍好戏嘛 就希望能争取到这个自己喜欢的角色 自己喜欢的戏 喜欢的剧本 嗯 争取到自己喜欢的角色 喜欢的剧本同时把握好 是 同时把握好它 嗯 不飘进步 谢谢龚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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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